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你来自2099年嘛 什么时候你给我们讲讲你那个世界吧 没问题 只要你别总问我一些我不能说的事 比如彩票中奖号码之类的 哈哈 好吧 那么今天咱们聊一聊日本的那些一世界动漫 这都到一月末了 一月翻基本上都快播了一个月了 而且呢 多数都是播三集 之前咱们讲过老虚营养下的三集定律啊 现在真的是铁则 各个视频网站都在播完三集后 开放了评分 漫民们也都开始被各部动漫打分了 那现在可以大概知道 哪些比较受欢迎 哪些被打入冷宫了吧 是的 接着到今天 最近热度前五的动画是 关于我转生变成史莱姆这档事 第二季 咒术回战 无止转生来到异世界 就拿出真本事 转生成蜘蛛又怎样 从零开始的一事业生活第二季 史莱姆 咒术回战 从零开始的一事业生活 这三部如果是漫迷的听友 可能都比较熟悉了 毕竟之前呢 都是霸权一样的存在啊 今天呢 就不多啰嗦了 那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 一月刚出的 无止转生 转生蜘蛛这两部 好嘞 无止转生 到了一世界就拿出真本事的原作 是日本作者 Lifjin Namakonote 所撰写的青小说 2012年11月开始 在日本小说投稿网站 成为小说家吧 上面连载 后面作品获得了读者的强烈反应 慢慢的呢 也成为了网站里面 排名第一的人气小说 在2019年的时候 宣布制作成动画 结果 经过一次跳票后 在今年1月正式播出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 是一位30多岁的尼特族 在被卡车撞倒后 失去了生命的故事 当他恢复意识 清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新的世界当中 自己呢 也变成了一个婴儿 并被赋予了新名字 鲁迪 随着鲁迪慢慢长大 他发现 这个世界是一个 鉴于魔法的世界 于是他从小 就发挥自己前世 所保留下的智力 去学习新的语言 和魔法书上的魔法 他在魔法上的才能 很快开花结果 小小年纪 就能使出 威力巨大的魔法 在魔法师老师的教导下 他也克服了 前世的社交恐惧症 逐渐走出了家门 开始了新的生活 感觉作品把现代世界 与魔法世界 做了个很好的结合 在《无知转生》的这部作品中 有很多场景 拥有既视感的设定 比如 转生是因为被卡车撞死 剑与魔的世界 变成龙奥天等等 不过这部作品的主角 最初的印象呢 给人并不好 他超过30岁 还在家肯老 每天待在房间里 沉迷ACG 因为学生时期 在学校总是受欺凌 他从来不敢踏出家门一步 害怕与人接触 直到自己变成了一个体重破百 胡子拉叉的肥宅大叔 甚至父母的葬礼都没有去 也因此被愤怒的兄弟们 强行赶出了家门 深无分分的他 坐在街上 认为自己的人生 已经无路可走 并且每次感到后悔 这时 突然一辆卡车冲了出来 马上就要撞向路上的 一名高中生的时候 他还是勇敢的冲了上去 也因此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或许因为前生 令人讨厌 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还是散发了一丝人性的光辉 所以才被选中 转生的吧 转生后的主人公 也下定决心 这次的人生 一定要好好过 前后的反差好明显啊 这样的新人生 将如何重来呢 还有 龙凹天使力的发展 也是这部作品的看点 接着 我们再说一说 另一部作品 转生成蜘蛛又怎样 它是日本作者 马场翁 所撰写的青小说 是2015年起 在刚才提到小说网站上连载 并且在当年获得了人气第一名 2018年的时候 宣布制作成动画 原定是在2020年播出 但因为疫情也跳飘了 在今年1月 才正式播出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 前世是一位不爱说话 沉迷游戏的女学生 也是转生了 是的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啊 它转世之后 你猜成为什么了 它竟然变成了一只 弱小的蜘蛛 并且刚出生 就在蜘蛛巢穴里 面对数不尽的魔物 才转生 就进入困难模式 但是靠着对游戏的熟悉度 还有坚韧不乏的精神 硬是消灭了 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魔物们 然后不断成长 不断学习新的技能 而动画里面 还有另一条故事线 就是主人公 同班同学们的日常生活 在一次事故中 他们高中的教师 突然发生了爆炸 而这场爆炸中 全部学生和老师 都转生到了这个异世界 但与女主悲惨的境遇不同 有些学生 却转生成了王公贵族 在这个新世界里 过得潇洒惬意 这部作品 最有意思的地方呢 就是描写 转生人物们的生活 蜘蛛是如何 一步一步突破困难 杀出一条血路 以及最后 如何解决这个世界里 人类和魔物的对立 现在这两部作品的人气 目前来看 都是居高不下呢 我还发现一个特点 在热门的五部里面 异世界类的作品 就有四部 是啊 占到了80% 如果只算一月的新翻 也就是五指转生 和转生蜘蛛这两部的话 那么热门概率呢 就是百不知百 毫无疑问 异世界转生 异世界穿越 是现在最受欢迎的题材 我有个疑问啊 为什么这几年 日本异世界题材的动漫作品这么多 其实啊 嗯 并不是这几年 在日本呢 异世界的题材一直比较流行 尤其是在轻小说方面 只不过 随着异世界的轻小说 被做成动画的越来越多 大家呢 就看得多了 所以呢 才会觉得异世界的动漫变多了 这里啊 还得提一下刚才那个 日本小说投稿网站 成为小说家吧 它是一个用户投稿作品的网站 2004年建成 由日本Hina Project公司运营 在这个网站上 用户可以根据板块 浏览自己想看的小说 收藏 评论等等 也可以在手机上直接观看 另外呢 比较重要的是 用户可以轻松的进行写作 并投稿自己的作品 而且啊 网站的名字里边 有成为两字 在日语里都做Naru 所以 很多作品 都是成为什么什么 这种题材呢 也叫做Naruke 基本上 都是异世界的题材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用户创作的异世界小说 就特别多 但是有了环境 也不一定要非写异世界小说呀 嗯 道理是这样 但是 异世界题材的小说 还是很有市场的呀 而且呢 也比较好写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002年小说 刀剑神域 网上开始连载 是这类作品产生热潮的开端 经过出版书籍 制作动画后 更是获得了大量狂热粉丝的追捧 之后的作品 为美好的世界 献上祝福 从零开始的 异世界生活 等等 也获得了成功 有市场就有需求嘛 所以现在 异世界题材的青小说 在日本可以说是盛世空前呢 那为什么说异世界题材的小说好些呢 我们先来看看异世界题材小说的设定 如果听友们 看过很多关于异世界题材的日本作品 就会发现 这些作品呢 大多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共同属性 主角 突然死亡转生 或者突然穿越 异世界 处在欧洲中世纪 同时 日语呢 在异世界 是通用的等等 我明白了 要这么说的话 我现在就是身处异世界 嗯 逻辑是这样的 然后呀 异世界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主角 都是突然死亡的 这个呢 大家都见的比较多了 而且死法上呢 大同小异 日本有一项 关于异世界主人公 死亡原因的调查 里面显示 除了不明原因的死亡之外 交通事故占比最多 尤其是被卡车撞的 占到了交通事故的一半 卡车司机表示 我很无奈呀 这货我不想背呀 但是没办法 大家都这么写了呀 还有 为什么异世界的舞台 大多设定在欧洲中世纪呢 把异世界设定在欧洲中世纪的原因呢 有三个 第一 异世界强调的是非日常的世界 如果是转生到中国或者韩国 那么还会给人一种处在亚洲圈子的感觉 所以选择欧洲啊 会更让人有一种异世界的新鲜感 第二 明智维新后 日本人不断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 而文学作品呢 也被日本人输读 直到现在 日本人小时候啊 还常读的作品 包括灰姑娘啊 白雪公主啊 等等童话作品 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 描述了欧洲文化 所以呢 会比较有亲切感 第三 近代日本RPG游戏兴起 比如最终幻想 勇者斗恶龙等等 这些游戏直到现在啊 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在RPG作品里边 故事大多都设定在中世纪 并且是拥有剑与魔法的世界 在这些世界里 有骑士 有魔法师 有恶魔 充满了幻想元素 而异世界 也引用游戏中的元素和设定 所以日本年轻人 对这样的世界 能有很快 很好的理解 那为什么日语在异世界里也通用呢 你不用太纠结这个问题啊 因为语言不通用的话 读者也看不懂啊 所以呢 综合来看 这些设定都非常适合写 异世界题材小说 并且容易让读者接受 只要稍微了解一些 中世纪的知识就可以了 想象一下 一个全新重生的主人公 在一个现有的中世纪沙盒世界 随意发挥 加上一些 有创意的冒险和故事 就可以写出 异世界题材的小说了 即使文笔不行啊 让主角拥有过人的实力 全程开挂就好了 所以异世界题材的小说 在所有小说类型中 是比较好写的那种 门槛啊 相对比较低 那为什么异世界题材的作品 无论是动画 漫画 小说 都这么受欢迎呢 这个嘛 嗯 有人说是因为 有些作品写得非常好 逻辑严谨 设定充实 提高了异世界 清小说的质量 比如 Overload 对于群像描写的把控 和反正义的故事进展 还有人说 因为有些作品里 美女角色非常多 主角 各种开后宫 迎合了宅男们的需求 还比如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雷姆党和艾米利亚党 各有所爱 不过 对于我来说 喜欢异世界题材 主要呢 还是因为能够解压呀 毕竟异世界小说上 套路都算比 比较简单 看起来应该不怎么废脑子 也不是不废脑子 我又不傻 异世界呀 都是作者们 自己想象中的世界 脱离了现实中 一切的残酷现实 而且 不管是刚转生完 就满级 还是通过一步步努力 最终成神 主角们呢 总能在异世界里 大杀四方 既不用担心他们 会面对什么样的残酷现实 还能以上帝视角 看看他们用实力 碾压一切敌人 看着就很爽 绝对 堪比解压药 确实 你们现在的社会 大家压力太大了 是啊 无时无刻 不面对着工作压力 学习压力 生活压力 大家都会幻想 自己生存在一个 没有压力 永远富足的世界里吗 而异世界小说 正好符合了这个需求 将这样的世界 展现在了人文面前 而且套路简单 剧情爽快 很多读者 看着看着 心里都会默念 我也想转生到这个世界呀 太幸福了 好不好 好了 别幻想了 今天关于异世界动画的话题呢 就说到这儿了 接下来呢 进入我们的 G-pop推歌环节 今天说了这么多异世界动画 选一首相关的歌吧 嗯 好的 那么呢 就推荐一首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曲子吧 来自异世界动画 Overload里面的OP Kratanoia 由日本组合Okuto演唱 Okuto是由作曲家 大岛文博 和歌手 大师昌良组成 如果是动画歌曲听得多的话呢 对这两位呢 应该比较熟悉 大岛文博 在2009年的时候呢 就为动画 青音少女 制作了片头曲 Kagaki Girls 正式以作曲家的成本出道 后来 又给很多部动画 作曲编曲 比如 圣狠练金事 我的朋友很少 约会大作战等等 他个人比较擅长吉他 键盘 也会打鼓 后来 作为Okuto的成员 持续活跃着 而另一位成员 大师昌良 也曾经给多部动画 现唱过歌曲 是的 月刊少女 野奇君 多田君不恋爱 钻石盲牌 等等这些都是他唱的 不过呢 大家对于他印象最深的 还是月刊少女 野奇君的OP 和Overload的OP了吧 那么请听 Overload的 Korata Noia MING PAO TORONTO 那是体误述的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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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充满旷乱 野性电影的歌曲感觉很容易救人起来了 立刻满血复活有没有 说到这儿啊 顺便介绍一下Overload这部作品 作为曾经夺取霸权的动画 拥有一大批粉丝 前面呢也稍微提过 作为异世界题材的作品 它拥有严谨的逻辑 充实的设定 不过最吸引人的呢 还是它的故事展开 伏笔多而深 套用游戏的框架 也让喜欢玩游戏的用户感到很亲切 最主要的呢 是看起来比较爽快呀 它是异世界题材的作品里 相当出色的一部 如果没有看过的听友 可以去尝试看一下哦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吧 如果你都听到这儿了 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期的感受吧 期待你的留言 我们明天见 拜拜